基本上韓國瑜做韓國瑜的 韓國瑜做市長的 不過這個會面也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陸委會不急著去跟國民黨黨主席見面 他急著要跟高雄市市長見面 因為代表說現在的民進黨 所在乎的在野力量的兩岸政策 他們認為是韓國瑜在主導 韓國瑜不但是主導 而且韓國瑜他有一個帶頭作用 他的成功會帶來的十五加一 所謂的十五個國民黨先生 跟一個將兩岸一家間的 臺北市的一個互動的一個狀況 三月的時候大陸會有這個類似 像例行郵輪的大郵輪到高雄去 那當然他不會直接進來住 可是他停靠在高雄港附近的時候 現在計畫是這樣 那到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有 因為我前一陣子有訪問 那個潘恆旭局長他在講 那這個東西也需要陸委會的同意 所以高雄市會不斷地跟陸委會提出 在他的業務拐匣範圍之內的兩岸互動 包含觀光客跟賣東西等等的申請 可是如果陸委會一直要去強調 一個就是統戰 去強調說 因為危險 因為中國大陸不是吃素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步步為營 不要去接觸 那就會違反韓國瑜跟他的選民 所做出來的承諾跟選舉支票 很簡單一句話 其實這個就是二零二零 總統的前哨戰 其實已經開打 不講不講前哨戰了 就是開始的第一步 蔡總統要把二零二零的總統大選 定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一樣 就是反介入夠臺灣 就是你跟中國大陸走太近 親共或者是跟中國大陸互動 最後的結果都是危險 就是出賣臺灣 所以請你跟我一起 但是整個會談下來以後 我的瞭解原本陸委會是希望就是跟那一場 蘇貞昌還有蔡英文的會面一樣 大家五分鐘行李如宜 在記者面前談一談就好 後面可以來一點 這個所謂的閉門會議 不過韓國瑜方面是堅持 全程公開啊 有什麼可以不要這個 好 給大家看 公開當然比較好 所以就會出現這些高來高去 什麼這個上民下通成民通 什麼大致弱於韓國瑜 然後再來一個絕頂聰明 接不下話忽然弄住 整個下來唇槍舌戰的結果 大家看得出來 沒有結論 沒有結論 但是韓國瑜小盛喔